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和朋友合资销售高档次护肤品 主要是强调奢华 先进科研技术的护肤品 成绩令人满意 考虑市场越来越重视天然有机产品 尤其日常护肤品 加上有感澳门迎欠缺专业的 有机护肤品店 就决定开设这间店铺 除了销售有机护肤品和日用品 还有香氛和美容护理服务 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天然有机的用品 而且我发觉澳门 现在人们都越来越关注健康等问题 所以就决定开这间店铺 我们不算单一卖化妆品污品的店铺 我们是一间整全性的天然有机 生活的精品店 而我们的产品都在世界各地 精挑细算不同的品牌 而且我们不同 和外面那些可能他们里面有一个成份是有机 就说自己是自然的 但我们这些全部都会有应征 还有是很有口碑的品牌 还有我们除了有天然有机的产品之外 还有我们是由头发到脚趾尾 我们都可以满足到 比如我们会有美肌浸泡袋 有护肤品 有食用的suprament等等 而且我们另外我们还会有香氛治疗服务 就是根据客人的需要 我们会做研究 为他新鲜调配一个真正适合他的配方给他 青年企业家协会表示 主打有机护肤品在澳门可能比较新穎 但是会越来越有市场 近期的个案能够取得多个品牌的代理 比很多卖水货护肤品的店铺更有说服力 因为很多水货产品 运输途中可能出现问题影响品质 护肤店拥有品牌代理这一点可以加强宣传 另外店方提到方便很多澳门客人 能够在澳门买到很多以往要在香港才买到的产品 但未来要注意网购的冲击 现在基本除了餐饮业 很多零售都会受到网络影响 尤其护肤品这种不急用的产品 所以应该重点以服务作招来 重点宣传负责人或者各店员 在产品和护肤方面的专业知识 目前为止 其实经营全部都不错 我们每个月业绩都有上升 我们很多同事都已经有自己的熟客 因为很多客人都喜欢 我们不跟外面那些 我们会真的跟他们坐下 了解了他们的需要 将一些真正适合他们的产品给他们 目前为止 我们面部的产品都会比较受欢迎 但是我们其他或者香氛 身体的用品都越来越受欢迎 中银中小企服务中心认为 潮流轻有机产品 商机应该是无限的 现时消费者对美容护肤产品要求 越来越高 对产品所含的成分、结构都很注重 店主可以依自己所学到的知识 定期开办护肤类型的 港座或DIY工作坊 等消费者自行製造 切合自己几乎需要的产品 了解当中的原理和製造过程 才会用得安心 而且学到知识的同时 对公司销售的产品充满信心 增加客户忠诚度 我们现在通常都是 善用网上平台 社交媒体 例如Facebook、微信 还有跟新媒体合作 有拍片 放上YouTube等等 还有现在我们有些客人 我们都会用人传人 去宣传我们的口碑 来这样宣传 澳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企业管理与市场营销系 副教授劉丁记博士认为 针对增加客源 和为生意增值部分 其实目前产品类别已经足够 要想在极短时间之内 快速增加客源 难度很大 准例计划 或者熟客计划 都是常见做法 举例来说 可以考虑推出 买千送白的 类似优惠回贵旧股客 或者可以推出 美容护肤业者 常见的储席卡 来鼓励消费者多次购买 并增强公司 营运资金的灵活程度 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引入 一些世界各地 我们觉得好的产品品牌 希望这间混定了之后 我们都会讨计到设定 还有我们会开含一些相关的课程 将天然有机和正能量的生活 带给澳门人 嗯